音樂音樂 好 我們繼續上次講了 上次我們開始在探討 這個磁力還有磁力鋸 我們看的是一個 是一個平面的 circuit 它上面是一個 Constant的Current 然後它是在一個 Constant的Field上面 這個它可以分解成這個 這個B它可以分解成這樣 這個Planet-Secure它的長相是在 XY平面上面 I是往這一邊 另外一個是一樣的 不過這一邊的磁場是這個樣 這個磁場是向內 向內 這是一個箭頭方向 那因為它是箭頭方向 所以 SY Z是這一邊 因此這一個是 它算垂直的 但是是在-AZ 方向是在-AZ上 是這個方向 那這個B呢 它可以 拆解成這兩個 這個當然就是B的垂直 這是B的平行 那另外一個平行呢 是 這個樣子 所以 這個平行的磁場呢 它基本上是向上 所以它的方向呢 事實上是-AY 它是-AY 那這兩個 你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每一個線段 每一小段 如果是一個DL的話 每一個小段DL的話 那這個DF呢 它會等於 I的DL cross B 這個是一小段DL 在這個固定磁場 固定電流的情況之下呢 它所得到的力 每一段所得到的力 那這個力呢 你把它拆解 它會變成 對 因為這個secure呢 是在XY平面上 這一個線圈呢 是在XY平面上 所以 它的那個DL呢 是由AX跟AY所合成的 那Close的話呢 這個B是 B的垂直 附的 AZ加上 B的平行 AY 它會有這兩個 那從這裡我們當然 就可以來看 AZ跟AX AY這沒有問題 AY的話呢 跟AY Close是0的 所以它只受這個影響 換句話說呢 在B垂直的方向 也就是說 B垂直的這個部分 那有一個AX Close AZ 那XYZ 所以是負的 但是這邊是負號 因此呢 第一個是 AY 這一個 Close這一個是 DX AY 那DY跟AZ YZ跟X 但是前面是負號 所以是 DY AX 所以在 對B垂直的這個來講 它所受的力呢 也通通是在XY 它受到的力呢 通通是在XY的方向 因此你去畫它的時候呢 都是往這一邊 都是往這一邊 DL Close B 所以是 往這一邊的 DL Close B 所以通通往外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這是在 這一個平面上 我們可以得到的力 另外呢 在 平行的這個部分呢 它只有 AX有用 AY這一邊 跟AY Close是0 因此 是在AZ方向 不過是 DX AZ 所以我們會有 這一項 那DX AZ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方向會在哪裡 就是說 這一個面 它事實上是 像 它受到的力呢 不是長這樣 它受到的力呢 是AZ AZ是這一邊 AZ是這一邊 但它要乘上一個 DX DX 當你 I往這邊走的時候 DX是正的 所以 剛好AZ方向在這裡 可是你要是 I從底下往這邊 跑的時候 那DX是負的 DX是負的 因此 到這一邊來的時候 它會向內 所以 變成 一個 往內 一個 往上 所以它會怎麼轉呢 這邊是往上 這裡 會變成這種轉法 因此 在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旋轉的力量 在那邊 所以 在 這個圖形上面 我們大概可以 分解出來 這個真的都有受力 對吧 只是在受力方向 平面的 它是往外 擴張出去 當然I是這樣繞 那對 這一個呢 在 B的平行這一個方向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受的法 是 這樣子 可能我要畫 畫好一點 就這個方向 好 那接著來看 那全部的力量會是多少呢 這個F DF DF 是全部力量的總和 全部力量總和 那 不要忘掉 它在做總和的時候呢 是繞一圈的 它是繞一圈的 所以 這一邊呢 是繞一個 loop 或一個second 那你是繞一圈的話呢 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AX AY AZ 這個都一樣 都是方向的 那無關提出去就好 剩下的就是 DX 積分 DY也 積分 這也是 DX 積分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它的積分呢 繞一圈 通通是0 合力為0 OK 這一個線圈呢 擺到這個磁場裡面 不管它角度怎麼樣 那因為它全部的合力是由 這一個 垂直方向的磁場 或者是平行方向的磁場 但不管怎麼樣呢 它的合力都是0 它的合力都是0 這個磁場呢 它是可以拆解成兩個 任何磁場都一樣 我們知道 任何一個磁場有方向的話 我一定可以拆解成 兩個方向把它合成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它還有一個什麼東西 HTB討論呢 事實上就是TALK 所以呢 剩下呢 是TALK 那這個TALK 到底會是多少 大家看到這一邊 這個有沒有TALK 這個 這個 這個會不會旋轉 當然不會旋轉 對不對 這個沒辦法旋轉 那哪一個會旋轉 這一個會旋轉 我們大概看圖就知道了 這個一定會旋轉 這一邊推 這一邊 這是形成一個力距 所以 這個磁力距呢 會怎麼產生呢 它事實上是 一樣 它還是要繞一圈 但所不同的 它必須有一個軸 有一個軸 那這個軸呢 我們把它放在 我們知道有一個軸在那邊 可以讓它構成合力為0嘛 所以 這邊會有一個軸 那這個軸本身呢 它會有一個力距 所以這邊會有一段Y 不同的位置會有一個Y 因此呢 這一個力乘以力距 那再加上DF呢 有關的是 I V 平行 DX 會得到這一個 那力距方向在哪裡呢 Y是在 這個方向 對吧 那 RxF 這個力距基本上是 RxF RxF 那 或者說你可以用RxDF 那這個R本身呢 事實上是 AY方向 AY方向 然後呢 你的F呢 是 逐段下來了 不過呢 它是在 AZ方向 因此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AY 這邊有一個AZ AY AZ 所以 每一個受到的都受到這個方向 就是要繞這一圈就對了 所以這個呢 會在 AX方向 它會在AX方向 那從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大概可以看到 事實上是 I B的 平行 然後呢 繞一圈的是 YDX 方向在 X 那 YDX是什麼呢 我現在上面有一個Y 上 加一個DX 就是這樣加 繞過來 然後另外一個YDX是往下的 Y又是負的 所以繞起來還是正的 因此再 往這邊積 積回來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 這一塊面積 它會變成 I的平行 然後S的 這個X 那從這個式子呢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問題 把 IX 當作一個M 把 IX當作一個Moment 那 這個Moment呢 是 IX 大小 電流 乘上面積 方向呢 是在哪裡呢 看它這邊繞 I是這樣繞 所以方向是 -AZ 這是M 那 B是什麼呢 B是 B的垂直 -AZ AZ 加上 B的平行 AY 你如果把 M 去 Close B 的話 M 去Close B的話 它跟它Close的時候 AZ AZ 沒有用 這是0 那這個AZ AY 本來叫AZ AX 加一個負的 所以這個Close起來變成AX 因此呢 這會變成 變成這個 換句話說呢 我們的Torque是什麼呢 這一個式子 事實上就是 M M 所以把一個 平面的線圈 那個I 那個I本身呢 去做那個Vector Momentum Magnetic Momentum 寫出來呢 事實上 你可以呢 表達成 這個樣子 那這個公式 就變得非常簡單 我們的Torque 會等於 M Close B 因此 將來啊 你要是碰到 不過這個只有一個條件喔 電流是固定的 磁場是固定的 均勻的磁場 不是磁場任意它也對喔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 在一個均勻磁場 然後呢 固定電流的線圈裡面 當你把它放到一個 均勻磁場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是會旋轉 它是會旋轉 當然你放的時候呢 要是今天這磁場 是垂直 你就直直的這樣把它放上去 沒有用 它就停在那一邊 因為 它告訴你 這一個是不會轉的 因此你要讓它轉 磁場在這裡 你不能這樣放 但你可以怎麼放 你可以斜的放 磁場要是這個方向的話 你把這線圈通電流 放這樣的話 它就會旋轉 它就會旋轉 那啟動會最大力量是什麼時候 剛好是跟這個平行的時候 所以你線圈要是這樣放進去的時候 它的力量最大 啟動了 那個啟動 所以從這一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這一個力距 在線圈上的一個作用 那我們再來看 假設呢 在空間中有一個磁場 我們把它分成三個方向 表示任意的 事實上 你要是可以真的去定義它的話 你可以拿那個平面當標準以後 可以照這樣弄 這要分成兩個就好 那你要是呢 想要表達一個任意的話呢 事實上你可以寫成這樣 就它如果沒有參考標準 這個是因為有參考標準 所以你可以寫成兩個 那參考標準就是這個平面 以這個平面為SY平面 它就變成有參考標準 好 如果B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它說呢 那你把它放一個 circuit 擺上來 那這circuit呢 這一邊是V2 電流呢 是I 它也這樣繞 這是XY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問呢 這麼樣一個circuit 那它手受到的力量是多少 還有呢 它的torque到底會是多少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一段 這一個 因為剛好是在XY平面上 所以這一邊呢 有BX有BY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B的垂直 在這裡 垂直是這一個嘛 AZ對吧 那另外一個呢 這就是所謂的 B的平行 B的平行磁場 所以 剛剛在擺的時候呢 它刻意去選一個方向對吧 所以你這邊只做一個 坐標的旋轉軸 就可以回到剛剛我們討論的一個樣子 不過因為它現在把它固定住了 這個線圈呢 它是對稱在XY 那你的平行呢 是在這一邊 平行在這個方向 那我們剛剛在用的那個例子裡面呢 基本上 對F來講 它是沒有任何方向性的 就我們那線圈是任意擺的對吧 剛剛那個線圈也可以是長這個樣子 你把它擺上去的時候 你只要把它擺斜的就是它了 看懂這意思吧 剛剛那個線圈有任意畫嘛 那任意畫就是說 它也可以是這個形狀嘛 那如果是這個形狀的話 我們剛剛在畫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這一邊畫成這個樣子 事實上就是這個情形 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所以從這個式子呢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F 對吧 那F呢 因為是繞一圈DF 這個當然是0 這沒有問題 你實際上去把它做一做 畫一畫 你就會發現了 這個是0 那不只是這個是0 因為這個還蠻對稱的 所以你做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一邊的力量 等於這一邊的力量 這一邊的力量 等於這一邊的力量 那另外還有一個什麼力量呢 還有一個力量是在這一邊跟底下 AZ的力量 那利用這兩個力量呢 它剛好會這樣旋轉 好吧 那F等於0 這個大家回去自己去Check一下 那另外一個TALK 在這裡 這個TALK呢 會等於什麼 是M cross B 對吧 這我們剛剛已經得到一個結論了 當你有一個流有電流I的平面線圈 放到一個均勻磁場裡面去的時候 那麼你的TALK呢 會等於M cross B 那M本身呢 它有一個I 面積是V1 V2 I S 對吧 那方向呢 因為是這樣繞 是往這個方向 所以方向是負的AZ 那B的話呢 是在這一邊 所以 Clos B 我還先寫這個 Clos B 所以B本身呢 BX BY BZ 那要跟這個來做 首先呢 對B來講 Z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這一邊不CUT 剩下的是AZ跟AX AZ跟AY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I B1 B2 這個是一樣 但第一項AX來講 是AZ Clos BX 對吧 ZXY 應該是AY 所以這邊是BY -AY 那第二項呢 是AY的 是ZY X 剛好反回去了 就帶一個負號 這邊剛好是負號 所以 這一個會 I的 V1 V2的 VX X 所以 它也會有兩個方向的力距 合起來 就會變成 這個樣子 那方向在哪裡呢 事實上 它是會有一個角度的 對不對 大小 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個 V的平行的大小 這邊你可以看到 是V1 V2 V的平行 那一個方向 叫AU 其中呢 V的這個平行的量呢 剛好是 這一個 兩個方向合起來大小 那AU本身是有一個角度 對吧 AU會有一個角度 那AU那個角度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 VX AX 這邊是 VY AY OK 可是Y呢 是要 緩回來在這裡 因此 AU呢 是在 這個方向 這個 那這邊長度當然是 這一個 這大小 所以在TALK上面呢 事實上 大部分就是這樣看 物理學裡面 基本上 也 大家也都學過 不過呢 最常拿來用判斷的 在物理裡面 我們當然都知道 我們會把一個線圈丟到一個 磁場裡面 它就在那邊轉 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 但我們最常拿來用的 當然不是這一個 是 發電機 或者是什麼 那個電動機 所以 在一般的那個 DC Motor裡面 馬達當然很多種 那最簡單的DC Motor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 這邊有一個N 這邊有一個S 對吧 這兩邊呢 有兩塊 那個磁鐵 那這個NS 就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裡呢 會有一個 V在這裡 那這個V呢 你要是 這邊還有一塊 鐵塊 這邊會有一個鐵塊 那這個鐵塊 通常呢 在這邊會串有線圈 也就是說 它會繞出一個線圈來 它會有線圈呢 事實上這樣繞過去 然後再從這邊繞回來 就是去繞那個線圈 那如果這個線圈呢 你給它通電流 I進去的話 你現在通的電流I 對不對 通電流I以後呢 它是這樣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啦 這個 狀況之下的 這線圈來講 你只要通電流以後 它一定要旋轉 為什麼 因為I是這個樣的 對吧 I是往這一邊的 因此呢 這裡呢 會產生一個M 那這是個M B在這個方向 B在這個方向 所以 M cross B會怎麼樣 M cross B 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了 它會 這樣轉 它的TOP 就往這邊旋轉 所以當我們要去看 這個馬達的一個轉動方向的時候 你也可以很自然的 從這個電流的輸入 繞出來的那個M值呢 看得出來 我跟這個磁場之間呢 大致上呢 會是形成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有Magnetic force Magnetic torque 當然它的應用 在很多的那種 實際上的電気圓圈裡面 蠻多的啦 這大家可以慢慢去看 你要是對馬達 還有一次電力電子很有興趣的話 後面還有一些馬達控制的課可以修 或是叫電機機械 電機機械呢 它不只是馬達 它也有發電機 那你們在一般的實驗裡面 至少都用過佈進馬達 steping motor有沒有用過 那一般的像過去那個PC裡面 那個磁碟機也好 反正要牽涉到轉動的 大部分都用佈進馬達來做 那如果大型一點的話 你可能會用到DC motor 那當然也有可能用到AC motor 那馬達形式非常非常多 但不論怎麼樣 馬達它是要產生大功率的 它是要來轉動的 所以它一定呢 要設法去取得這個TALK 所以在設計上面呢 或者說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至少知道說 我加入一個電流呢 我的TALK就會怎樣 增大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現象 就是TALK跟I會怎樣 成正比 你的電流越大 你的TALK就會越大 因為這線圈是我可以加入電流的 那磁場一般我們不太想去改變它 所以所謂的TALK的MXB呢 那個M裡面有一個I 那個I是可以讓我們來決定說 我能夠產生多少的那個TALK的一個地方 那甚至呢 我也可以利用這個來估算 這個TALK大致上的大小是多少 第一個電流大小 看它多少 可能1A 2A 那那個S 這個寬寬的這個S 你看你那顆馬達 你如果只是這麼小 你大概可以估算一下 它那個截面面積大概是多少 然後你裡面放的那個磁鐵 那個磁場大概多少 你把它沉起來你就知道呢 你大概能夠提供多少TALK 那是一個基本概念 那當然這裡還牽涉到一個就是 因為每一段 你有一段的這一個線圈 就會跟一個I 但不要忘掉 這個線圈繞的時候 它在繞的那個當下呢 這邊可能是有很多圈的 它可能是有N圈的 所以當你繞呢 N呢 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TALK就會跟著增加 這個TALK就會跟著增加 所以這邊有一個事實 大家先記住 你要是在看線圈 或是看馬達的時候 人家問你說 欸馬達的力距 到底是跟什麼成正比 電流 不是電壓喔 你說欸我加入電壓跟它成正比有沒有 會不會 不會成正比 但電壓越大會不會力距越大 會 因為電壓越大 你的電流就會越大 但是你電流越大以後會產生反抗電動式 所以你電壓會被抵消 效應會被抵消 所以那邊沒有成正比 但電流會跟力距成正比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OK 所以控制馬達的時候 有人會去用電流來控制 我說要用力距 我要控制馬達的力距 你看它能夠輸出多少力距 那馬達也可以做定位控制 我可以去控制角度 還有各種控制方式 其中你如果是在控制力距 就是我要輸出多少力距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來控制電流 我能夠送出多少電流 好那在磁力跟磁力距這一邊 我想我們就在這邊把它結束掉 緊接著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磁能的問題 OK 我們來看看這個磁能 我們上次有談過一個不是磁能 我們上次談的是什麼 電能 電容的 那這磁能它因為是電流在流 所以它是電感的 線圈裡面的 是一個電感的磁能 那這個磁能也是一樣 當你磁能把它加進去的時候 它的能量到底要怎麼算 也就是說你這所謂的磁能 那到底指的是什麼樣的一個能量 那要談能量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談power 所謂的那個功率 功率本身呢 它事實上是電流乘上電壓 對不對 這是功率 那有這個功率以後呢 我們要怎麼弄呢 我們只要對它做 DT的一個 積分 可能是從T1到T2 你就會變成一個什麼 磁能 當然這邊提供的是什麼呢 一定是從這個電壓提供進去的 那它所提供的事實上是磁場提供進去的 所以 V 本身呢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它事實上是 I 的 DeFi DT V 呢 會跟 DeFi DT 有關 當然要加負號或者 Lens Low 假設我現在不去看那個正負號 V 跟持通量的一個變化 這事實上是有關係的 那它到最後會形成一個固定的 不過呢 這邊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說 它應該是這個 DeFi 那所衍生出來的 當然就是 WM 呢 它可能是有很多的 I 跟 Phi 所形成的 你的電流乘上你的持通量 事實上就是一種磁能 從電流跟持通量的一個概念來看的時候呢 我們也發現呢 它真正所能儲存的 這個磁能呢 並不是長這個樣子 這裡呢 還必須乘上二分之一 你的 I 放進去的時候呢 慢慢慢慢加 我們上次在談那個能量整個進去的時候 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效應了對不對 這裡會有二分之一的效應 跟那個電流的效應事實上是一樣的 所以磁能本身呢 它會有這種效應 那這個 I 跟這個 Phi 呢 是這系統裡面所呈現給它的 所以在磁能的這種變化裡面呢 我們知道 系統它所提供的能量 它提供進來的時候呢 它一部分提供給磁能把它儲存起來 那另外一部分呢是 你為了要去做這個儲存 這個磁能的這個動作呢 有時候呢 你必須去做工 磁能你儲存進去喔 但是你在除了過程裡面 這一邊呢 可能必須去做一些工 那這個全部呢 由這個來提供 所以 系統所提供的能量 做什麼用呢 去做工 然後得到 讓這一個 本身的這個電感呢 得到一個能量 叫 Wm 大概是這樣 那從這裡呢 我們當然也可以知道 這一個是會加上 f.cl 做一個積分 做一個積分 所以 它本身在做工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這個現象 就會產生這個現象 但最重要的 我們會發現呢 d的ws呢 會等於d的wm 加上d的w 那這個dw呢 事實上就是 剛剛這邊寫的 它可能是f.cl 所以整個的變化呢 會是長這個樣子 那 跟在分析電容的情況一樣 你要是外面有提供能量 系統有變化的話 是什麼樣的情形 如果沒有的話呢 又是什麼情形 所以它又分兩個 一個就是說 我dws等於0的時候 我這是一個conservative system 我沒有外界的能量進入 那沒有外界能量進入的時候呢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你所做的這一個工啊 這個dl所產生的變化 事實上是來自於這一個 對吧 是負的dwm 就是你自己犧牲持能 因為外面沒有辦法能量給你嘛 可是我發現你變動了 所以你自己呢 犧牲了這個持能 來做這個工 那如果說呢 你dws 不等於0的時候 它真的外界有工進來了 那這外界的工進來了以後呢 它做一個分配 結果它發現呢 會有二分之一跑到這邊來 二分之一跑到這邊來 所以呢 你就會發現呢 這一個呢 會等於dwm 會等於二分之一 ws 所以是 這兩個情形 那我們利用這個概念呢 來看一些例子 假設呢 有一個電流 它流過這個線圈 那這個總共呢 有n圈 它總共有n圈 那當它通過電流以後呢 在這邊自然會形成一個file 來 磁力線 因為電流就會產生磁場 那磁場就會通過這個磁力線 那通過磁力線以後呢 這邊當然就會產生了一個力量 這邊是一塊磁鐵喔 你要電流拿掉的話 它會掉下來 那你通電以後呢 因為磁力線的關係呢 這邊應該會有一個f呢 把它擠在這一邊 讓它停在這裡 讓它停在這裡 還是把它排開 當然你可以用各種理論去看 不過大家不要忘掉了 磁場呢 它通常都是什麼 要封閉的 所以你本來要是沒有在底下的話 你一放 好像要掉下去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是這種情形 假設你是這種情形 那你的磁力線呢 是往這邊過來 它是往這邊拉的 它必須拉一圈的 還有一個 因為這是鐵磁性材料 這個μR呢 事實上是 遠大於一的 一般的鐵磁性材料 可以3000到4000 相當相當大 那一大的話 這個φ就這樣繞 對吧 而且這磁力線一定會 盡量把它縮短 如果能縮短的話 那是一個概念 所以你就看到了 如果你這邊真的一加的話 它會想辦法把它怎樣 往上拉 因為它磁力線 要盡量把它拉起來 讓它變得越短越好 整個把它拉住 所以這一邊 就會有一個f 把它往上擠 這是一種解釋 就是磁力線本身呢 它事實上也是一樣 盡量走直線 盡量走最短距離 那你要走最短距離 當然要把它拉起來 一定要把它拉起來 利用這個方式 跟這個方式 只要求這個f 這邊是一個f 那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f呢 到底是多少 那這時候我們當然 就來想一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全部的能量 會跟什麼有關呢 會跟這個φ有關 對不對 總能量會等於多少 大家記得總能量嗎 二分之一的 μh平方 還記得嗎 這一個 或者是 二分之一的 μb平方 對吧 那b本身呢 事實上是φ 所以這有二分之一的 μs平方 會有類似這個form 所以呢 這個能量呢 事實上是跟φ有關的 所以如果說呢 依照我們剛剛的寫法 這個f到底要怎麼求呢 那我們首先呢 可以來看一些不一樣的 假設啦 你現在用的第一種情形 就是 dws呢 等於0 我就說呢 我這一個 dws 這個 我本身呢 讓它等於0 我外界沒有能量進去 外界沒有能量進去的話呢 它的意思就是 φ dφ 等於0 或者是φ是constant 我本身的這個φ是constant 是常數 那它如果是常數的話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f.dl 這是我們的力量乘上dl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 負等dwm 它會變成這個 從第一個式子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一個 dwm的長相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 那個情況之下 假設呢 這一邊呢 有一個 y y呢 它現在是向下 我們按照課本的那個 例子 假設呢 這個y是 向下 那 y向下的話呢 它的d的wm 會變成什麼呢 d的wm 會變成 二分之一的 μ0 b平方 還有 s dy 然後 再 乘以二 好 我們再回來看這裡 這個所謂 不提供能量是什麼意思 那 從第一個角度大家去看 我剛剛講說 這是假設啦 就是說 5不變 所以5不變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通了以後呢 這個5本身啊 它不再改變 那不再改變 什麼意思 5不變 d5 over dt 就 0喔 所以它沒有再改變任何電壓 這是第一個 它不會再提供能量進去 那這個f是什麼f呢 這個f事實上不是外界給的力喔 大家不要去想錯了 這個不是外界給的力 而是造成 這一個dl 像說這個可能是往這邊衝對不對 造成這dl的力量 的力量 換句話說你要是放在這邊 假設它有離開一陣子 你一放 它當然要吸回去嘛 在這個狀況之下 變動一點點 5不變的情況之下 那個f呢 事實上就是這個力量 這個磁力啦 基本上這是一個磁力把它吸上去 不是外界給的喔 不是外界給的 好啦那回到這一邊來 那這個dwm本身呢 那到底 磁能它的變化是多少 磁能的變化呢 會 攸關這一個 這一邊的能量 這一邊的能量變化 這一邊的能量沒變化 對不對 會變化是這一邊的能量 那這一邊的磁能到底是多少呢 是二分之一的μ0 因為它是在空氣裡面的 二分之一的μ0v平方 二分之一的μ0v平方 那 在這一邊呢 它總共的一個磁能 然後你要乘上一個s s就是什麼 這一邊的面積 因為我們知道要乘體積嘛 這裡要一個體積喔 mzμ0是dwm對不對 你不是要做dv嗎 還要對dv積分 大家記得那個公司嗎 這裡有一個dv 那邊有一個體積喔 所以這一小塊體積 當你拉上去一點點叫dy 然後呢 這邊有一段的那個面積 這個都有一個截面積 截面積乘上一點點的dy變化 這就是體積 這就是體積 那一邊的要乘以2 為什麼 兩邊 它兩邊都有能量 所以從 這個式子呢 我們當然就可以 看出它dwm的變化 是長這個樣子 dwm 那這一個呢 也可以看到這個f 那這個f是在 5不變的一個情況之下 所看到的 那這個f會等於什麼呢 f會等於gradient的一個dm 在這一邊呢 你繼續往下寫的時候 這個會等於 負的gradient wm.dv dv等於gradient v.dv 是我們之前知道的 就這一個量 所以呢 從這個式子 你可以看到 是這裡 f跟wm的一個關係 換句話說呢 你這個f5呢 只要去tag 這個gradient的值就可以了 那你這個把它算完呢 你會得到 負的 就這邊你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gradient的量 事實上出來就是它 好 那當然 你可能在想說 剛剛你說它constant 那如果不是咧 如果是y接加進去咧 y接我真的給它能量咧 那會是什麼樣子 那 y接要給它加能量 怎麼加呢 這時候呢 我們讓i呢是constant 我們這一次啊 反其道而行 我就設法 剛剛大家知道在這邊調的時候 在調的時候 因為外面不給 所以 這邊的變化呢 那個能量必須誰來提供呢 是fy本身 這邊在調嗎 不是是 這邊的電壓在改變 這邊的電壓在改變 所以 i是會變的 這個i是會變的 那 假設呢 我們讓i constant i憑什麼constant呢 因為 你可以在它調整的過程裡面呢 你因為你讓 你的電壓變化 所以 i呢可以把它調到原來 讓它不變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假設 不管是這一種還是這一種 都是virtual display 虛擬位移的方法 虛擬位移方法在能量探討上 經常被使用 就是說 我假設 這個idea這種情況 一種是說 fy固定不變 那沒有能量變化 那這一次又不是喔 這時候i不變 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在i不變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當然要來看一下 這個phi 到底會是多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i對不對 有ni 那繞一圈 大家知道 這個ni呢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這一邊有一個r 你記得吧 這邊有一個r 然後呢乘上一個phi 加上 這邊也會有一個r 這是 在外面的 然後是phi 那這是一個reluctance 對不對 這reluctance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 mu s 因為大家s都一樣了 上面是y y 那y呢 應該是l c phi 這個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 上次剛學過那個magnetic circuit 對不對 池錄嘛 池錄 池錄就是說 當你繞這一圈的時候 在跑的時候phi就好像電流一樣 那這每一個都一個磁組 那乘起來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它提供的一個磁電動式 磁電動式就是ni v等於ir的意思 那這就是像v 就是ri 就像這樣 那r因為串連在一起 所以是這兩個 那這是phi 那再加上什麼呢 ro本身是mu s 2y 5 那這邊是mu0 這個mu不是 這個mu是 muR mu0 池錄 這是一個池錄對吧 這是一個池錄 這邊就好像加了電壓一樣 就是 加一個 這是r 然後 這是 5 這是 V 是 ni 這樣一個池錄 那這個r剛好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rc 這邊外面有一個ro 所以這個r是等於rc 加ro 那這個lc當然還蠻長的 那y這邊呢 看它的那個寬度大概是多少 這個比值呢 s是大家一樣 mu呢 在這裡 我們知道 這個muR是遠大於1 所以從這個式子 我當然可以看出來 這個是可以忽略的 相對比較起來的話 我可以說呢 這個就好像是 2y mu0s 一個phi的值在這一邊 那你當然也可以先不用去管它 那我直接用rc就好 或者是 rc去加上 這一個 這邊跟y無關 變化那一點點的 lc基本上 是不動的 這個都不動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按照這樣來看的話呢 我們的phi會變成 ni去除上 rc去加上 mu0s2y 好 我們會得到這一個 這是我們的y值 那wm呢 是等於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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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會是 這一個式子呢 我們上次講過了 這個wm本身呢 它事實上是i跟v來的 那v本身呢 它事實上是 y跟t來的 但如果從另一個 更 基本來看 這個電壓事實上 因為是從這邊提供的嘛 所以呢 它必須 是跟它的持通鏈有關 那 這邊做積分的結果 會等於什麼呢 這會等於 二分之一的 i lambda 會等於二分之一的lambda 也就是說 你如果還有一個l的di 或者dt之類的 你會發現 g會得到這一個式子 wm本身呢 是長這個樣子 lambda呢 是等於m5 所以會等於 這個式子 所以呢 這就變成了 這個 2分之一的 rc加上 2y mu0s m平方 i平方 同樣的 同樣的 我們從這一邊來 所以 我們的這個f呢 在i不變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我們外界 事實上有提供能量 這個phi是在變化的 因為這個phi的變化 也就是這個dlambda 或者d7的這個變化 所以呢 導致這一個 因此呢 這個會變成 gradient的 wm 而不是負號 不是負號 這一邊是對 ay做軌點 所以對 y做微分 一微分的結果 會得到 平方 2分之1的 2y 好 這也是 rc加2y mu0s的 平方 i平方 那邊本來是負1嘛 對吧 微分就變成負1 負出來 變負2 然後再對裡面微分 這裡面微分是 mu0s2 你要對y做微分的話 對y做微分的話 應該會得到 這個式子 那方向呢 是在 ay 就這一項 這一項你把它微分 你會得到 這個 那大家比較一下 這一個 這一邊事實上是 負號的 ay 然後 2是約掉的 這一邊 毫在那裡 大家看一下 毫在這一邊 所以是 x2 mu0s 這跟我們剛剛算出來 是完全一樣 我只是利用這個式子 稍微 因為課本只給我們一個例子 我再把它稍微去磨動一下 讓大家看到 事實上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事實上你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 那當然這邊做了一些變化 那這些變化裡面呢 你可能必須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利用哪些關係 其中這個phi 這個phi是來自於 這一個magnetic circuit 我們的磁路 這個磁路V等於IR就是這樣過來 所以你大概可以得到這個phi值 那這個phi值就是這個長相 那不過對於一個磁場來講 大家知道它的wm 是等於1 2的li平方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大概是這個長相 對吧 那這個2 2的li平方 這個l是持通鏈來的 這個l本身不是phi 是持通鏈來的 那li是什麼 li就是phi 因此這是2分之1的iphi 但是不能用phi 就是lambda lambda會等於li 就利用這個公式 這之前我們都介紹過了 對吧 對於一個電感來講 我們要算它的l的時候 它事實上來自於不是phi 是持通鏈 是持通鏈 所以這個持通鏈 你一定要把它放進去 對那個線電感的影響量 因此是i lambda 那lambda本來就是li 所以是得到這一個 那lambda事實上 如果從m的角度來看 lambda是nphi 所以剛剛算出來那個phi 還必須要乘上一個n 這理由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只是跟大家講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 那它的做法都做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假設 叫做virtual displacement 叫虛擬位移法 那虛擬位移就是說 它本來是沒有的 我就說 那我把它動一下 我就假設它動了 那一動的情況之下 我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它做了這個動作 然後去看看所產生的影響 那這叫virtual displacement 那你就可以一路推展下來 得到它該有的一個結果 這裡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用這個i 而沒有用其他的 不然的話 i還在加delta i 如果它變動的話 我們這裡就是因為 所以i假設是constant 所以phi才能夠這樣寫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那如果今天呢 有兩個線圈 這一邊呢 叫i1 這邊叫i2 那我有n1圈 我有n2圈 那這邊兩個線圈 擺在這個地方 拉下來 拉在這邊 假設它們相距 叫b 相距是d 然後兩個是平行的 方向 那中心呢 是對在一起的 那它要問呢 那這一邊呢 這一邊呢 叫b1 這b1 這叫b2 b呢 是遠大於b1 跟b2 換句話說 這兩個離得還蠻遠的 那要問 它們之間的力量 f12 到底是 多少 我由1所產生的磁場 對2來講 我對它做了多少的力量 做了多少的力量 那你要去算 這一個呢 一樣的 你可以去用 剛剛的那個 概念 就是 我全部的這一個 wm呢 事實上是 2分之1的L11 L12的I1 I2 還有2分之1的L22的I2 Square 對於線圈來講 如果這是一個雙線圈 它們基本上呢 會有這麼多的遲能 在這一邊 那這兩個遲能 擺在這一邊的時候 如果 I1 I2兩個不動 那我稍微偏一下 一樣的 現在是它問你這個情況之下 兩個之間的力量是多少 同樣我們說 那要是 I1 I2兩個不動的話 K 兩個不動的話 就是FI I固定不動 那我把它拉一下的時候呢 那那個 力量會是多少 Virtual Displacement 如果它真的做了一點 變動的時候 那它到底會是什麼樣 所以 這麼一個題目呢 是跟剛剛那個立體 是差不多的 不過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個都不動 大家看 I1 I2都不動 都假設不動 那你的WM呢 一定會有變化嘛 因為我假設它變動了 那個DL 因此呢 這個力量呢 它一定會是 WM的本身 的一個變化 它一定是這個 持能的 那個規點 就是 它的力量 F E2 這個規點你要怎麼看呢 大家看看 L11也不動 L22也不會變 但是什麼會變 L12會變 因為L12是兩個之間的電感 這個它自己的電感 當然不會變 因為我沒有變它 L22的電感 我也不會變 但是因為我假設它產生DL 我們讓這兩個之間呢 位移了一個DL的一個量 這個量的產生呢 當然會來自於L12 所以這會變成 I1 I2 L12 OK 那其他都是常數 所以沒有那個規點的問題 換句話說 在這邊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去把 這一個L12 把它求出來 變數是什麼呢 變數是D 變數是D 那這個變數D呢 它要做規點 當我一點點的 這一個 Δ的時候 它到底會產生多少的量 那你要算這一個L呢 我們當然就必須先去算 必須先去算什麼呢 這個L它到底是有什麼造成的 那我們已經知道 L12呢 從剛剛的式子裡面 它事實上是Lambda OK 然後 12 I1 它應該是 這一個長相 它是由 這個 產生的 那Lambda 12呢 是1 作用在2 所以這是 N2的 Y12 I1 所產生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 N2 Y12的量在那一邊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你想知道 L12 那你就必須去求 Y12 那 Y12本身是什麼呢 Y12本身是 B12.ds Y12 Y12 在那一圈上面 所產生的 會跟 這個磁場有關 1在2 所產生的磁場有關 然後呢 對那一邊 去DOT 做面積的積分 對吧 做面積積分 那 可是因為它離得很遠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 通過這一邊的 磁通量 大致上不變 意思就是說 把它當常數 這一邊呢 我可以把它當 常數一樣 所以 這個呢 會變成 V12 然後呢 是 π V2平方 在那邊會有一個 V12 π 的 V2平方 那V12 V多少呢 我們上次算過了 對不對 我們算過一個 這一個 然後 距離 Z的時候 這一圈呢 在這一邊的 V是多少 還記得這個立體嗎 就從 這一邊 然後距離D的時候 在上面距離D 它的那個V到底會是多少 在 立體的6-6那一邊 立體的6-6 那你可以看到 6-38公式 它有一個 AZ方向兩倍的2分之3 就是 D的三方 2D三方的μ0 I1 V1 4-6 是長這樣 所以 5-12呢 事實上是 2D三方 μ0 I1 V1 平方 π m2 平方 這是5-12 那你把它带到那一边 所以L12会等于 I1 然后N2 812在这里 I1会约掉 Nu0I1 V1平方 Pi V2平方 然后是2C的三方 约掉 2πD三方 然后N0 Mu0 那这是PiV1平方 PiV1平方是S1 PiV2平方是S2 就是那个圈圈的面积 除了这个以外 在第一个线圈里面 这里事实上有一个 N1 一个N1 就是它全部在上面所造成 这个是一圈的时候 因为这边有N1圈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N1 这边当然还有一个N1 所以L12跟D的关系就在这里 所以你要对D来做规点 D的方向刚好在AZ方向 因此呢 我们发现了 这是 会得到这一个 负的AZ 那后来又M1M2 我想那个只是 它的一个公式整理 这是在 这种磁力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一些 做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